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 五百年前 马丁路德跟一批的关心信仰的人士 怎么样把当时教会面对信仰的危机 透过不同的方式具体的去表达 马丁路德在10月31号1517年 把那95个信条 特别来到了威登堡的大教堂 把这95信条定在教堂的大门上 开启了所谓的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 抓住三个基本的核心价值 唯独圣经 唯独信心 唯独恩典 当然后来也有人加上另外两个核心的价值 唯独基督 唯独上帝的荣耀 很显然的整个宗教改革回到一个基本 这个基本就是上帝的话 圣经成为了今天你和我信靠跟随耶稣的一个最根本的依据 所以今天透过这个视频 盼望跟大家一同来思想 上帝的话与我 上帝的话和你和我到底有怎么样一种的关系呢 特别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已经真理被扭曲的时代 然后我们也所谓活在一个被称为后真相 后真理的时代 post truth的一种的时代 因为整个社交这个媒体网络已经到了一种爆炸的地步 很多东西好像丢在网络上面 只要点击利益过百万过千万 无论丢上网络的 它的内容是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是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在点击 就感觉好像这就是 真理 这就是对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要面对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在这种后真相后真理的时代 当我们回头来看这五百年来 怎么样开启的我们信仰回归到基础 而回归到基础就是唯独圣经 回到上帝真理的基础 所以上帝的话 对你对我 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意义 有什么一种的实践性呢 甚至有人认为说 是啦我也知道圣经 不过呢圣经是两千年前的 这跟我们今天两千年后 特别在这一种所谓的二十一世纪 强调后现代 后真理的这个时代 跟我没什么关系 所以今天我盼望有机会 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来思想 在下来的另外的两次的视频当中 我们根据上帝的话 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 上帝的话与我 我要跟大家读一段的经文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篇的诗篇 整个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七十六节的经文 因为诗人根据了 希伯来的二十二个字母 每一个字母用八个 八节不同的方式 来去描述上帝的话译 所以一共有一百七十六节 我要跟大家来看的是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 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诗人这么样说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 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 我诉说我所行的 你应允了我 求你将你的利率教训我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 我就思想你的歧视 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 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 求你使我离开奸宅的道 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 我卷选了中性的道 将你的恩典 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 我持守你的法度 耶和华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你开矿我心的时候 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 在这八节的经文当中 我们一同来思想 到底上帝的话和你和我 有怎么一些实践性的关系 我提出第一个很重要的 上帝的话跟你跟我的关系 第一 承认上帝话语的确实性 承认上帝话语的确实性 刚才说过了 这个年代 很多人认为说 这是两千年前的作品 这已经跟我们脱离太远了 很多东西不实际了 我们这个年代面对的问题 我们所呈现的这种处境等等 这个两千年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弟兄姐妹 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 上帝的话 对今天的世代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仍然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上帝的话跟你跟我 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要承认上帝话语的确实性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的角度来看 你看第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诗人怎么说呢 他说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 尘土这个字呢 在圣经里面 其实有另外一个含义 它不单只是讲 所谓的我们所说的 地上的泥土 尘土在圣经里面 所强调的其实 是表明到有关于 人的生命的借据 就是死亡的意思 当他这边说 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 简单的一句话 用现在的白话来说 我就要死了 我面对死亡 这在讲什么呢 这强调每一个人 都要面对生理的压力 诗人这么说 我面对生理压力的时候 我怎么办呢 他说求你 将你的话 造你的话 将我救活 面对我们生理上面的压力 当我们面对身体出状况 当我们发现我们出现了病况 我们心里就很着急 这一种的生理的压力 我们怎么办 回到上帝面前 上帝的话 赐给我们平安 上帝的话 赐给我们盼望 上帝的话 赐给我们智慧 所以生理的压力 那二十八节说 愁苦而流泪 这一句话是强调什么 强调情绪的压力 一个人有愁苦 而带来眼泪 表明他内心 有很多的张力 有很多的压力 有很多的烦恼 有很多的焦虑 有很多的不安 这些造成的人 情绪或者心理的压力 那同样的 诗人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面对这种 心愁苦而消化 求你造你的话 使我坚力 是使我能够稳固 使我能够 刚强 能够壮胆 弟兄姐妹 面对情绪的压力 然后呢 第二十九节 这边说什么呢 虚谎的道路 或者奸杂的道 这边强调什么 道德的压力 生活当中 面对错对的问题 当大家都这样做 你该怎么办呢 圣经说呢 求你使我离开 奸杂的道 开恩将你的立法赐给我 我们不能要面对 生理的压力 面对情绪的压力 我们要面对 道德的压力 怎么办 这几节的经文 告诉我们 回到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脚签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弟兄姐妹 第一个重要 上帝的话 跟你跟我的关系 要承认上帝话语的 确实性 英文叫relevance 两千年来 上帝的话 仍然有用 有效 只要你和我 因群的熟读 默想 背诵上帝的话语 当面对 生理的压力 当面对 心理的压力 当面对 道德性的压力 你和我 因为上帝的话语 我们能够得以刚强 因为上帝的话语 得以坚定 因为上帝的话语 得以站立的住 所以弟兄姐妹 第一个功课 承认上帝话语的 确实性 上帝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